戴上面罩 潛下混濁的排水池 捞起一支支的乌龜 龜壳上还写着大大的仁慈释放 这些都是迷信的信众们所放生的乌龜 其实香港放山龜的情况是非常之严重的 因为其实很多宗教的试信 他们会将一些龜脊大批扣入了之后 就放生在香港的河楼 溪间 沙滩 一些交易公园 每一次可能买的数量都是几十只 放生造福的概念深根于一些佛教徒的信念 但是对于动物保育学家来说 海龜在被放生后往往会因为无法适应 导致受伤或是死亡 其实这些龜脊并不适合在这些饮水道 或者是一些水塘等等的生活 因为他们本身不是属于当地香港的物种 他们本身可能人工被治愿开的时候 他们无法在野外灭 他们可能捉不到鱼或者捉不到虾 总之他们需要的食物 他们就会变成无论地饿死 或者可能天气的变化会冬死热死等等 保育学家说 许多的捕获还有贩售 都是因为放生活动需求所衍生出来的行为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动物受到影响 而其实这样的行为对生态系统也存在着许多风险 将外国动物带入本地 不但可能将境外的病毒带入境内 动物们更可能因为无法适应新环境而死亡 想要放生解救生命恐怕适得其反 淮宇新闻土文君综合报导